哈囉,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大VG小編 那這個影片呢,我們要來跟大家講一個台服即將來到的一個改版喔 那大家都知道目前我們的這個武器呢 只要是直武金武的話 我們可以透過祝福卷軸 把它賦予更多的這個能力加成 譬如說,你可以增加你的這把武器本身的力量敏捷或智力 或者是提升額外的攻擊或是武器命中 還有呢,其他的就是地屬性、風屬性、火屬性 或者是水屬性的這個傷害 那麼目前來說的話呢 只有直武跟金武有這樣子的特性 那麼未來呢,對台版來講 我們之後也會來更新、更進韓版的這個最新的設計 那他們最新的設計是怎麼樣呢? 就是說,我們未來的武器呢 你只要是紅武,只要是紅武英雄級的武器喔 你就可以透過祝福的卷軸 來讓他增強,來給他增強各種不同的能力 那能力的這個類型呢 就跟我們的直武金武一樣 只是差別在於說 加上去的數值有多有少這樣子 但是基本上,像是紅色的武器的話呢 我們可以賦予他最多三種的這個能力 那大家現在看一下畫面喔 我們現在畫面上看到的這一把惡魔王單手劍呢 他這邊總共要加了三種能力喔 你可以看到黃色的字部分 加1、加1、加1喔 這三種呢,就是他有洗到三種不同的能力 那根據武器不同的級別呢 他會有不同的這個能力 小便幫大家整理出來給大家看喔 那現在我們畫面上有放了一把直武喔 這個克特劍 然後還有一把剛才我們所看到的這個惡魔王單手劍 大家可以看一下上面增加的這個數值喔 他們刷出來的這個能力呢 剛好很巧就是剛好都是加1而已喔 那第二個能力值呢 一個加1、一個加3喔 這個就基本上已經差別了 然後再來第三個能力值呢 有一個紫色的嘛 他可以刷到加2喔 那紅武的話呢 他只能刷加1 好那我們來對照一下右邊這個表格喔 你可以看一下表格的底色喔 每種底色代表是同一組這樣子 所以力量敏捷自立 這三個呢我們可以刷其中一個出來 然後呢他的數值呢是隨機的 那武器的命中跟攻擊呢 這兩個二選1喔也是隨機出來的 那四種屬性傷害呢也是四選1這樣子 那四種的話呢 他們的能力值就顯示在旁邊喔 所以以我們英雄級的武器來說呢 我們可以刷出力量或者是敏捷或者是智力 這個三個數值其中一個加1 好那額外的攻擊跟命中呢 這兩個也是隨機挑一個加1 然後四種屬性傷害呢 也是額外挑一個加1 但是喔這三個在抽的在刷的時候呢 有可能不會刷出同時刷出3個 有時候你只會刷出1個 有時候刷出2個 好所以刷出3個呢 算是最幸運的時候 所以這個基本上 如果你拿的武器呢 可以讓你透過這個捲軸 然後把它強化到 把它刷到這個額外的3種能力都出現的話呢 基本上這一把武器會是一個增值的這個狀況喔 那麼要怎麼樣去刷這個能力呢 很簡單 就跟直武一樣喔 我們只要準備這個 祝福賦予捲軸 然後在第一次把它上了這個祝福之後 我們後續就可以透過祝福的捲軸 一次一次一次的把它刷上去喔 這個刷這個能力這樣子 那祝福捲軸不限刻印與否喔 只要你有祝福捲軸 你就可以去把它刷這個能力這樣 那目前來講的話呢 以紅武來講 通常我們不會加7就拿去刷喔 因為CP值太低喔 通常會把它拿到 譬如說加8或是加9 就是對你來說是屬於一種 比較頂的一個階段的武器 我們才會用這一個祝福賦予捲軸去刷它的能力 那目前台服呢 因為還沒有改版 那目前官方也還沒有相關的這個資訊出來 所以呢 小編先拍這個影片來跟大家講 如果說你有要先投資這個祝福捲軸的話呢 你可以事先去提前了解一下 你們伺服器的這個物價或者是移民收 這個東西呢 它到底划不划算啦 那小編今天在逛的時候 發現有一些伺服器 他們的這個祝福捲軸 好像還差不多在500多轉喔 甚至500轉左右 這個大家如果覺得有商機的話呢 衡量一下看要不要收吧 因為台服目前即將來到了這個 狂戰士的改版 雖然說可能在月底啦 預計 那這個的話 勢必會影響到祝福的這個能力的特性喔 像這些如果刷掉轉職之後 能力是基本上是歸零的喔 所以大家在自己考慮一下 看是要自己用呢 還是把這個祝福捲呢 賣給人家賣給人家這樣子喔 好那這個影片呢 我們就跟大家分享到這邊 希望對大家有所幫助啦 那如果你還沒有訂閱我們的頻道的話呢 記得趕快訂閱 然後把這個影片呢 分享給你的朋友 那麼我們就下次影片再見囉 感謝大家收看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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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 Surah 榴面 還有我們 我們可以拍四點